主席王院长 立院同仁 毛内阁团队 大家早 台嘎轴 幸运快乐 骇客过招 谁与针锋 稀有人才需要政府与企业携手配职 我国是资讯科技强国 资讯产业跟他的相关人才 是我国重要的资产 尤其是资讯安全人才的培育更重要 因为在网络及大数据应用时代中 拥有资安防护能力的强度 与资安人才的规模 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发展力 前天3月1号 我国HITCOM队伍 与美国波士顿的世界骇客大赛中 击败了全球800支队伍 夺得亚军 今年2月7号 他们才刚刚在东京网络安全竞赛中 击败了4186个参赛者 得到亚军 去年的5月5号 他们也打败了468支队伍 得到了大陆的百度杯 网络安全技术对抗赛的冠军 像这样的团体 台湾不少 逐渐我国的骇客高手 无限潜力 本席认为当这些民间团体 与国际大赛中展露头角之际 政府跟企业更应该要把握奇迹 有系统地培植我国资安人才 资安防护跟资安产业 有如唇齿之衣服 矛盾之相攻 这两种人才同步培植 必能扩大创新驱动产业效应 然而相对于其他国家 我们政府跟企业 并还没有看到积极的培育作为 致使资安人才 大多散步于民间 我们缺乏养成机制 也没有办法汇聚人才技术 跟智慧能量 以形成资安产业 看看韩国 他们为了发展资安产业 修订了资讯通讯管理法 此培训跟深化国际合作 有了法源依据 然后他们也积极地赞助 资安产业工会 扩大需求 然后也在大学成立社团 早期发掘人才 然后最重要的是 举办了相当多的国际性竞赛 累积实战经验 观摩创新的一个技术 本席建议我们的政府 应该学习韩国 与企业细手培职 把駭客高手 有系统的 成为国家的一个力量 尤其是在 资安人才养成政策上面 以及 他的职业基准 还有认证制度 甚至呢 鼓励在社团里头 高中指引上 成立这个社团 来早期发掘人才 使得这样的一个智慧能量 可以溢注到我们的产业之中 让我们台湾的 一个创新产业的动能 可以源源不绝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